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新冠病不可怕,痒了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由此产生的重症和死亡 全国各地的感染高峰差不多过去了 现在迎来了重症高峰和死亡高峰期 有些人他感染之后是不会发展成重症的 而有些人他感染之后注定会发展成重症 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差距呢 今天就来说说,有这五类人 他们感染新冠之后不容易发展成重症 死亡的风险也要低很多 第一类,平常爱吃蔬菜的人 他们发展成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低很多 有一项国外的研究显示 多吃蔬菜与降低新冠病毒亦感性有关联 也就是说,平常喜欢多吃蔬菜的人 不仅感染新冠的概率低 即便是感染上了新冠病毒 他们发展成重症和死亡的概率也会更低 有一项对欧洲新冠死亡率和蔬菜摄入之间关联的报告显示 白菜,黄瓜或者发酵蔬菜的平均消费量 每增加一克每天 那么新冠的死亡风险就会降低11%到35%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蔬菜富含强效抗氧化剂 或者抗血管紧张素转换为ACE 比如说生卷心菜或者发酵卷心菜等 这对人体非常好 另外,胡萝卜,西兰花,菠菜这些颜色深的蔬菜 它们富含β胡萝卜素 容易在体内转换成维生素A 提升呼吸道黏膜上皮的分泌能力 可以抗新冠病毒的侵蚀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平常多吃蔬菜吧 第二类 平常体重控制很好的人 重症率和死亡率会低很多 控制好体重 指的是体重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而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如果一个人过瘦或过胖 那么他在感染新冠之后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都会升高 香港一位曾经参与过新冠救治的医生说过 在以往的治疗过程当中 如果说体重过低的人明显营养不良 身体里可以跟病毒对抗的能量不够 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 同时过于肥胖的人 也容易感染之后发展成重症 美国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肥胖的新冠患者 被纳入ICU的可能性增加了74% 死亡的可能性增加了48% 首先是肥胖的新冠患者 更容易导致其他的并发症 另外是肥胖患者 容易呼吸力学受损 产生气道阻力 从而增加体内炎症的反应强烈 进而造成对肺部的损伤 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过瘦和过胖都不行 过胖就要减肥 过瘦就要多吃 第三类 具有健康生活习惯的人 重症和死亡率会大大的降低 当代人的生活节奏过快 已经没有了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那种规范的作息 如果我们一味的跟自然规律对抗的话 身体很容易出问题 一般情况 感染新冠发展成重症的 绝大多数是老年人 但为什么现在媒体报道了很多 一些年轻人感染之后 也发展成了重症甚至死亡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平常生活不规律 极度的透支了自己的经历 而那些平常生活习惯健康的人 比如每天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按时休息 不疯狂熬夜 不精神内耗 不放纵自我 各方面都很有规律 很自律的人 感染之后很容易康复 症状也比较轻 通常就是休息几天就好了 第四类 平常爱运动的人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也会降低很多 2022年12月14日 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表示 平常运动越多 那么重症 住院和死亡率就越低 研究人员分析了南加州凯撒医疗中心 19外新冠感染的成人 分析了运动与新冠确诊90天内 住院重症和死亡的关系 不运动的参与者 住院风险高了191% 死亡风险高了391% 所以平常我们一定要做适当的运动 尤其是有氧运动 运动的频率也要适度 不能经常做非常剧烈的运动 建议一周一到三次 每次30到40分钟 达到微微出汗的效果即可 第五类 是平常注意防护的人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会降低很多 这个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为什么感染了新冠之后 人们的症状不一样呢 有些人症状比较轻 可能稍微休息几下就好了 有些人症状很重 特别难受 差不多要了半条命 甚至发展成重症 这除了跟自身体制有关系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感染的时候 吸入病毒的载量 如果你平常注意防护 规范的佩戴口罩 即便你感染的时候 你接触到的病毒载量是很少的 这样少量的病毒进入体内之后 你身体很快就将它们清除掉 你呈现出来的症状就很轻 但如果你完全没有防护 赤裸裸的将自己暴露 于高浓度的病毒环境当中 你吸入的病毒载量过大的话 那么你的身体会形成一场免疫风暴 也就是全部的军队都投入到这场疯狂的厮杀当中 到时候就会将病毒和宿主一起干掉 所以很多人的重症或死亡 源于的是你体内的这场巨大的免疫风暴 所以说我们平常一定要注意防护 尽量降低身边病毒的载量 好以上就分享了 有五类人 他们感染新冠之后 重症率和死亡率都会比普通人低很多 希望我们去靠近这些人 也能够做到这些程度 有些人说现在没有必要了 反正都感染过了 此话诧异 因为现在国门大开 有一百多种奥密克戎的新变种都已经进来了 也许到时候会二次感染 重复感染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好防重症的工作的 好我是帕帕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